Sawaddi ka 达达马辽卡 想吃什么动手做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又暖又刺激的泰国网红汤品 火山排骨 在煮汤之前先来处理一下材料 将蒜头拍扁 红萝卜切块 洋葱切块 将香菜的根部切出来煮汤 叶子切成小段备用 刺芹同样也是切成小段 朝天椒略微的用刀切碎一下即可 接着在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 将洗干净的猪脊骨放入凉水中 用大火将水煮开煮出血水 接着将猪脊骨捞出 捞出后将猪脊骨倒入一个锅中 接着加入泰国调味三宝 香菜根蒜头还有胡椒粒 接着再加入红萝卜和洋葱 增加汤的甜度 再加入少许的盐 接着倒入清水 先用大火将汤煮滚 煮滚后我们先撇去汤表面的浮沫 接着转小火盖上盖子 将汤炖煮一个半小时 炖好后的骨头汤非常的清澈浓郁 猪脊骨也被炖得刚好软烂 接着来调配酸辣汤 在大碗中加入朝天椒 青柠檬汁 鱼露 还有砂糖 接着将炖好的猪脊骨清汤倒入调料中 最后将刺芹和香菜叶加入 搅拌一下这一个酸辣汤便完成了 我们先将炖好的猪脊骨排在碗中 接着将调好的酸辣汤倒入 这一款热辣辣的泰国网红火山排骨汤就完成了 先来吸上一口汤 酸辣直呛喉咙 接着再来上一块骨头 炖煮软烂的骨头 沾上酸酸辣辣的汤 啃起来就是带劲 再来几块也不会腻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大大 Sawadika Bye Bye Nuka